说到历史上有名的皇帝 大家一定会想起秦世皇 他当年大兴土木 耗费极大的资源修建长城 拼命百姓死伤者无数 后世对他的看法褒贬不一 但是不管如何 他终究给后世人留下了一些宝贵的物质遗产 当年秦世皇 秦世皇在统一六国后 就收缴了疆域中平民百姓的兵器 用来筑成十二座金属巨像 他的这个举动让人们议论纷纷 都不知道他的用意是什么 有人说他怕老百姓造反用来镇压的 也有人说是他要控制国家的金属流通 甚至还有人说 这十二座金属像就是当年大禹九鼎所画 总而言之 这十二惊人绝不简单 秦世皇造出来一定有他的目的 其中一定有什么古怪之处 以至于后来还吓得王莽无法睡觉 王莽在建立新朝后 有一天夜里梦见了五个战力的金人 这些人的胸前都转刻了皇帝初间天下的字样 这让他十分不安 史书上有记载王莽梦见的这些人胸前的那些名文 还有他们的体型大小以及战力的位置 都和秦世皇当年住的一模一样 至于为什么是五个而不是十二个 这倒在其次了 那么王莽为什么要忌讳这些金属巨人呢 原来秦世皇当年造的这些人果真是有目的的 在贾义的过情论里 说秦世皇要防止老百姓造反 而收缴兵器是不可信的 为什么呢 因为贾义是一个后世的儒生 他对秦世皇的坑儒做法自然有着极大的不满 所以他的看法难免带有一些偏见 再说了一个异国之君的皇帝不会愚蠢到收缴老百姓手里的武器来防止人们造反 秦世皇的军事力量也不屑于干这种事情 而且这样的做法显然不是一个好事 更能激起人们的敌对心理了 所以这应该不是真正的理由 但是一些学者的言论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他们认为秦世皇造的这些惊人的目的更先进更科学 首先金属巨像是十二座 代表了四面加八方 这代表了秦国广阔的土地 而一年有十二个月份 这个数字也可以代表永恒的意思 每任帝王都希望自己的霸业能够千秋万代 在时间和空间上 十二重叠就有江山永恒的意思 所以秦世皇之所以造这么些惊人 就是为了彰显他的王权图个吉利而已 而王莽之所以害怕这些惊人 其实是怕秦泉又卷土重来 威胁到他的王位 所以他梦到这些惊人就觉得很不吉利 这些惊人最后去了哪里呢 许多史书里都有记载 这些惊人都被董卓拿去融掉了 然后拿来注了钱币 但他到底拿了多少也没有人知道 所以有人说其实他没有融完 至于还剩多少惊人 大家都不清楚 到了三国的时候 这些惊人还剩了两个 于是曹瑞叫人把他们搬到了洛阳 之后又被石虎搬到了叶城 后来又被运回长安销毁 十分让人可惜 这些惊人都被运回长安销毁 这些惊人都被运回长安销毁 都被运回长安销毁 这些惊人都被运回长安销毁 都被运回长安销毁 所以我担长安销毁